如果大陸可以由各部委申請 將一些犯 應該是大陸審議 那香港可不可以拿一些犯 叫大陸給一些犯我們審議呢 應該可以的 是不是 我們社民也做過一宗案 大家去中聯辦示威 大家記得那位黃太太 她的老公在山西做合資企業 她的老公被人騙了回去 因為她的老公贏了一個民事訴訟 就是說國企要賠錢 但是國企不肯賠 就繼續追 跟著哄她回去之後 就用刑事罪 聽著啊 是民事贏了要賠償 幾十萬人民幣 就用刑事說她犯了經濟犯罪 就判了十一年 當然我們去示威的時候 經常見到她兩父子在那裡很淒涼 在那個 大家可能都記得了 我乘了一間屋仔在那裡住 喂 如果用這個方法 能不能把山西那班人拿來審呢 絕對不行啊 其實大家不記得了 美國政府是在幾個月之前就說 有一班 她就說有一個人呢 就應該拿去美國受審 因為我們跟美國是有這個引渡條 跟美國是有的 好了 那麽就來拿 那麽林鄭外呢 就馬上把那個人拿回大陸 因為大陸說呢 那個人又犯罪 又拿回那個人做審 其實都沒有 都要引渡條例 就已經是林鄭外 已經是作假的了 就是已經是 用這個 她的特殊的權力 大家記住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 就說林鄭月娥呢 拿來才有權力 去拿那個人呢 就給一個裁判法院的法官 她說 喂 我現在叫林鄭 我現在問一下你 到底 這個人大陸說要 拿她回去審 你看看 跟我們DQ 立法會議員有什麽分別啊 這個 由這個政府叫一個選舉主任去 做一件他絕對不合適做的事 是不是 這個是完全是 對我們呢 非常之恐怖的事 那現在呢 就搞到 劉元宏 去司法覆核了 當然她的司法覆核是 一定現在是不行的了 不過我再跟大家說 我一定去司法覆核她 我立此傳召 我一定會去司法覆核這件事 雖然現在我就不會去美國啊 因為我都不認識美國那些官員 我在香港一定會司法覆核她 這個可以說定的了 就是說 我告訴林鄭月娥聽 她擦鞋擦到上了腦 或者她想升官發財 是絕對不可以拿香港人 所有人的安危 來做這個台友的 是不是 你是絕對不可以的 我一定會司法覆核她 說得了 說得了 因為 這件事真的非常之嚴重 我也都 希望 香港人會繼續出來 靠我們的 政界的人物去美國是不足夠的 我們要在香港繼續抗爭 我希望這個民陣會繼續發展 這個抗爭 而且我希望大家搞一次 我說很多次 叫做實形簽名 如果大家這麼害怕 就實形簽名每人夾十元 是不是 每人夾十元就輪流在報紙那裏 用實形簽名來反對她 用民意 我希望大家能夠做到這一點 引渡回大陸 引渡回大陸 個個一博索 個個一博索